好了,我们继续讲这个证明圣经是神的话,也证明有天堂地狱,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关于西篇二十二篇十四节开始至十八节这里,在耶稣之前一千年,当时还没有定十字架,大卫已经预言,后来耶稣会被定十字架 其实定十字架这个刑罚是要等六百多年才开始用,但大卫已经形容出耶稣定十字架,而且他的衣服被人分了,都是神知道的,所以神就将这个经历是给大卫,大卫经历到这个经历,但他本身是从来没有被人炸透他的手,他的脚 没有人分他的外衣,为他的礼仪念旧,这个细节也是很奇妙的,就是因为罗马人会这样,念旧分人的衣服,这个也形容出来 大卫也从来没有,就是这样被人杀死,暗示在死地的尘土中 这个我们就看到是神预先知道,神知道所有的一切的 好了,这个另外一个预言,因为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两个预言 大一礼书九章二十四节 这里说,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七十个期,要指住罪过,除尽罪恶,除尽罪孽,引尽勇益,放逐意象和预言,并告知圣子 你当知道,当明白,从处令,重新建教耶路撒冷,直到有受告军的时候,必有七个期和六十二个期 正在建栏的时候,耶路撒冷连借待好都必重新建教 过了六十二个期,那受告者必被解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 之中必于洪水沖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 这里是预言七十个期,目的要做什么呢? 指住罪过,停止罪过,这个其实就是耶稣救赎,完全成就的时候 耶稣定时去成就这个救恩,但这个完全的应验是当我们去天堂的时候 我们在那里就没有再没有罪,去到天堂的时候,除尽罪恶,现在在这个过程当有一天在天堂就没有罪了 赎尽罪孽,这个是耶稣定时加的时候已经赎了我们的罪,引尽永义 我们现在有我们基督徒所行的义,有一天去到天堂就有永恒的义,放住义上和预言 其实这个词,有些人就以为是以后就再没有意义,就以为应验的时候,耶稣来的时候就没有意义,预言 但这个引尽永义,然后这个是去到将来,将来去天堂的时候,那时候就没有意义,预言 他们有些人说在新约时候没有意义,预言,但其实在《使徒行传》二章 17节说,神要教官,将他的灵教官所有写去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见意义,老人做异梦 所以在新约时候其实还是有意义,预言的,有些用这个禁文说,新约再没有意义,预言 但这个应验,就是在完全没有罪,引进永义的时候,在天堂的时候 然后25节,重处命令建造,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高军的时候 受高军在纪约圣经就是弥赛亚 从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受高军的时候 有7个7和62个7 这个就是69个7 这是483 从这个出命令 出命令,他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的手续 上面有的,主前 四五七年 到主后26年 耶稣受高的时候 就是受洗的时候 有些人说,为什么耶稣受洗不是30年了 为什么是26年呢 原因是这样的 在耶稣的时候 没有人开始用这个主力 主力是后来几百年之后 有一个修道是开始的 但他计算时间的时候 计算错了 他本来是耶稣出生去 祖后一年 但计算错了 是大约前四年 所以30岁的时候是主后26年 457加26是483 就是69个7 好了 所以这个预言耶稣被受洗的时候 就是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时候 然后正在建栏的时候 耶路撒冷连接带好都重新建造 就重新建造了 如果62个7 这里说 受高军来 他要赎我们的罪 举注 罪过 赎尽 罪孽 引尽 永逸 人会说 哇 这个就成就神的计划了 为什么耶稣会被减除呢 受高军会被减除了 其实很多犹太人就没有看见这个经文 他们没有看 其实 不要以为犹太人都是熟悉整个旧约圣经的 他们很看重摩西五经 摩西五经他们很看重 他们的会堂里面 是有一个上纸 里面有这个摩西五经在里面 但对于先知书 他们的不是这么看重的 所以有些人他们都没有研究 他们都没有看到这个经文 有些犹太人有读整本旧约圣经 但不是每一个 有一次 我在以色列遇到一个犹太人 我说以赛亚书 预言耶稣受苦 为我们的罪受苦 他说以赛亚书是什么 他不知道 我说单一里书 他不知道 这个是 我觉得很奇怪 他未必代表其他犹太人 但我就是遇到这个犹太人 他的情况是这样 好了 这个受告者必被剪除 所以这个经文已经说 耶稣会被杀 受告者会被杀 然后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守 就是罗马人来毁灭 耶路上 耶稣被杀之后 其中必于洪水冲没 必有征战 一直到底 我们到现在还是见到中东 常常有战争 现在还有 你知道吗 现在还在 这个圣经已经预言了 这个经文很重要的 预言 很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是预言 耶稣来之后 耶路撒冷会被毁灭 这个是历史的事实 主后七十年 耶路撒冷被毁灭 丹尼里的时候 他根本不知道将来发生的事情 他预言耶稣来到 什么时候来到 然后来到之后 耶路撒冷和圣殿 就会被毁灭 所以这个预言 预言到历史发生的事情 历史发生什么事情 圣经已经知道 神已经知道 将来会发生这个事情 第一 这个是这个预言的重要性 也预言 中东战争 两方面 一个是 耶稣来了 被定是这样 这里我们看到 圣经已经说了 受告决 被定 然后耶路撒冷毁 然后第三 中东战争到底 这个三个预言 都是应验的 如果你有机会 接触犹太人 你能够与他沟通 你知道在 网上 手机 在外面 你们可以下载 这些工具 可以翻译 不同的语言 包括 希伯 希伯来文 和中文 你可以翻译 你可以告诉他 这个经文 告诉我们 弥赛亚来的时间 是什么时期 弥赛亚 来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是耶路撒冷 被毁灭之前 耶路撒冷 什么时候被毁灭 主后七十年 他们有些人 还在等 弥赛亚 但这里说 弥赛亚 来之后 被杀 然后 耶路撒冷 被毁灭 所以对犹太人 说 这个经文 告诉他们 弥赛亚 已经来了 你们不相信 但已经来了 他很爱你的 你可以邀请他们 你向神祷告 你问神 谁是弥赛亚 耶稣是谁 你请他去祷告 有很多犹太人 他们祷告的时候 见到耶稣 求神的时候 见到耶稣 这个是神奇妙的工作 其实不但是犹太人 也有很多这些 弥赛 这个 弥赛亚 有很多教徒 在网上都有这些见证 他们寻求神 然后祷告 就见到耶稣 好了 我再说一次 这个经文应验 第一 耶稣什么时候来 耶稣来之后 耶稣被杀死 耶稣被杀死之后 耶路撒冷被毁灭 然后中东战争到永远 直到末日 这个我们就看到 这个预言应验 而且很重要是 弥赛亚来的时间 是耶路撒冷被毁灭的时候 是主后七十年 这个已经发生了 所以这个 我们知道耶稣已经 已经来了 基督已经来了 我们需要 信靠这个基督的 永生 好了 关于世界末期的 预言 圣经里面说到 这个世界末期的 宪教 的预言 路加福音 二十一章 二十五节 这里讲到 末后的日子 日日 星辰 要显出 意思叫 地上的 磅礴也有困苦 因海中 波浪的响声 就 慌慌 不定 不定 这个 在以前来说 这些波浪 都不会带来什么惧怕 但现在 很多这些 海啸 是不是 海啸 很多人被杀 你听过这些海啸 现在比以前很严重 为什么呢 因为天气的改变 风浪的严重性 这些地震的严重性 所以这个海啸 也是圣经里面预言的 你要把他 二十四章六节 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有打仗 和打仗的风声 意思是什么呢 有打仗 而且你常常听到 什么地方有打仗了 快要打仗了 你们可能都听到 某些地方快要打仗了 这些就是打仗的风声 或者是 听到这个 消息 消息 这些是必定有的 民要攻打 民火要攻打 多处必要饥荒 地震 现在地球上 很多人都是在 饥荒的情况 都是 粮食是严重的不足够 而且 旱灾 很严重 所以很多地方 他们都不能 出产粮食 很多地方 很多洪水 因为我帮助非洲的 不同的牧师 训练他们 他们告诉我们 很多地方 这些洪水 比以前严重 很多很多 他们的地 被破坏很严重 这个是 末后的日子的情况 然后 路加福音21章11节 说地要大大的震动 大的地震 多处必要饥荒 瘟疫 又有可怕的意象 和大神迹 从天上显现 这里说到有饥荒 还有瘟疫 其实 现在的瘟疫 比以前 严重很多 这些传开的时候 都很严重 我们听到 这个 沙 沙士 还有最近 这个 新冠 将来出现什么 我们不知道 其实还有 其他已经有的 例如 这个 什么 埃及病 很多人都 都有埃及病 还有不同的 现在 也有不同的 婚疫 在世界 不同地方 但是 就是 现在不是 全球有的 都是圣经的预言 《启示录》 十六章八节 说 在末期的时候 日头能 用火 好人 这个 现在已经 开始应验了 越来越热 很多人热死 将来越来越严重 这个就是 我们看到 这个是 世界末期 你可以对人说 你想象一下 我们 应该你们都看到 新闻说 这是 百年一遇 的 洪水 第二年 又说 百年一遇 第三年 又是 百年一遇 这是 每年 都是 百年一遇 那么 应该说 每年一遇 或者是 每年几遇 是不是 但他们不会这样说 他们怕带来 很大的 恐 恐 恐 其实 地球 是不停的 发生 洪水 很严重 热浪 很严重 瘟疫 随时有危机 这些都是我们知道世界的默契 我们就真的说 神啊 帮助我们 站立得稳 依靠主 信靠耶稣 做救主 不要等候 我告诉人 你想象一下 这个洪水和热浪 这个洪水和热浪 过十年会怎么严重 你想一想啊 现在每一年都是这样 过十年会怎么严重 然后过二十年会怎么严重 过三十年会怎么严重 四十年会怎么严重 你就会说 这个世界到底会不会有三十年 四十年 因为看这个热浪 这个洪水的严重性 你就会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严重性变得非常非常的严重 就是末日的灾难的情况 我自己 这个是我的觉得 我觉得 这个世界 不会超过 三十年 或者四十年 因为 太严重了 这个 十年之后会怎么样呢 每一年都越来越严重 这个我们就知道 世界末日快到 世界末日 我们想到天堂非常美好 耶稣回来 但同时有这个大灾难 基督徒 需要预备好 预备好 对基督徒也帮助他们预备好 因为真的有大灾难 而且将来出现这个敌基督 前后人去 拜这个敌基督 受这个受印记 这个是 圣经预员的应验 其实 起初的应验是什么呢 这个七印 你知道 启示录讲到七印 七号 七雷 七瓦 这个七印 第二印是什么呢 就是 从地上 除掉太平 现在地上还有太平 很多地方还有太平 但第二印 就是说 从地上除掉太平 当地上这个战争 那么严重 你就知道 这个最后的灾难 开始了 第四印 四分之一的人 死掉 当你看到这些预兆 这个 你就知道 这个是默契的 你可以告诉他们 最好你现在信主 跟从主 因为那时 敌基督出来 他会前破人去拜他 他会说 我有权利 你跟从我 你才能买食物 你才能得帮助 你的国家 国家才有帮助 所以那个时候 很多人来说 要圣城 都要拜受 但圣经说 拜受 受印记的 都不能得救 所以不要等到那时候 而是现在信耶稣 灵命 刚前 能够站立得稳 好了 第二方面 刚才说到 圣经的预言 第二方面是 科学性的证据 在古代 所有的宗教的经典 都是讲到地区平的 唯有圣经说 约伯基 二十六章七节 将北极 附在空中 将大地悬在虚空 也会说 怎么大地可以悬在虚空呢 这个不可能的 有什么可能 这个地球是在太空 在虚空之中呢 但我们现在知道 因为地球是在太空中 环绕 太阳 所以我们知道 它是在虚空 但以前的不知道 但在几千年前 圣经已经这样说了 以赛书四十章二十二节 说神坐在地球的大圈之上 说到这个地 是一个球体 是一个大圈 不是平地 这个是圣经的科学性 另外 约伯基 三十八章三十五节 你能发出闪电 叫他行去 使他对你说 我们在这里 这个经文说 神对约伯说 你能不能够发出闪电 你能够吗 他对约伯说 你能够发出闪电 叫他行去 告诉人 我们在这里 能够吗 但 在当时来说 约伯完全说 不可能 但 我们现在的手机 现在你可以发出闪 这个不是闪电 但跟闪电 是同样的东西 就是电 因为闪电 就是电 闪电很强 手机的电 也是跟闪电的电 是一样 但不是那么强 但很多时候 我们就发出信息 然后发出信息 说我们在这里 这个 就是 圣经已经知道 在末后的日子 人可以发出信息 对人说 我们在这里 这个 这个就是 圣经预言将来的 奇妙的东西 这个是一些 圣经里面的 科学的证据 第三方面 我们证明 圣经是神的话 是 神的祝福 是可以经历的 神是可以经历的 而且是美好的 有些宗教也有经历 例如那些人 问你 那些人 接触灵界 魔鬼 教 他们都有能力的 但这个能力是邪恶的 是误会的 但神的能力是不同的 是平安喜乐的 四篇三十四篇八节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 祂是美善 投靠祂的人有福了 这是 可以尝尝主恩的滋味 而且是美善的 就知道 投靠神的人有福了 神可以将平安赐给我们 圣灵可以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面 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 二十七节 罗马书五章五节 以撒书六十一章一节 说 医好伤心的人 喜乐游代替悲哀 可以医好伤心的人 可以有喜乐游 信的人必有神迹 使他们可以奉耶稣的名赶鬼 手腕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这个就是神迹的能力 在网上 网上有些些见证 这是有些人 以前是 用这些茅山术 茅山术 他们能够赶鬼 但他们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有一个茅山师父 他说 他可以赶鬼 但 他的老师告诉他 如果你遇到 很强的 鬼 你就要走 有一次 有人请他去赶 赶鬼 他去赶鬼 两分钟就走出来 因为这个鬼太厉害了 这个邪灵 然后他请他的师父去 师父过两分钟又出来 但后来他听到 基督徒不需要用什么 什么方法 他们的仪式 不需要有什么方法 这是奉耶稣的名字 可以赶鬼 他说这么厉害 他就信了耶稣 这个是 有不同的人都有 这些见证 他们说他们接触灵界的时候 他们都很不平安 家庭很多吵架 很多愤怒 但信的耶稣很平安 所以这个跟 灵界 接触灵界 是完全不同的 诗篇127篇 二绝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 睡觉 就是讲到 这个神是可以经历的 我昨天分享这个 婆婆 我的教友的妈妈 她 我为她祷告 她都是很舒服 我就问她 佛有没有这样帮助你 没有 她说 观音有没有这样帮助你 没有 耶稣这样帮助你 你要信真神 还去假神 她说信真神 我希望你都信真神 你就告诉她 神可以疾病的 你多祷告 越多祷告 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越大 你用很长的时间 爱慕神 也放送 相信神 神很爱你 耶稣很想充满你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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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入的爱主 神的灵就更大 充满你 所以 这个 可以经历神 经历圣灵 证明 真的有神 真的 神是真实的 好了 第四点 奉耶稣名 可以感谢 令证明 耶稣是真神 马可 看到有些人 有些人见证 他们打坐 灵魂出来 他们以为 就是很平安的 但他们发觉 见到 黑暗的 个体 在他们的周围 而且这些 黑暗的个体 影响他们 他们就觉得很奇怪 我们打坐 以为是平安的 但 却是接触 灵界 接触 这些不好的东西 这个就证明 真的有 神的灵 真的有邪灵 也有神的灵 然后 我们奉耶稣名 可以感邪灵 人和动物的小孩子 都很可爱 很开心 邪灵不能创造 这么开心的小孩子 证明有创造天地的神 如果有人有邪灵的话 很明显的 他们会失控 很不开心 有烦恼 有睡觉的手臂 尾压 有不同的 不好的经历 这个邪灵 这么邪恶 它怎么会创造 这么美丽的花朵 美丽的人 动物 其实 本来都是很可爱 所以这个 必定证明有神 这个世界有邪灵 也有神 我们知道 邪灵的来源 是来自天使 他们堕落 抵抗神 魔鬼要 要变为 他要打败神 然后他做全地的主 但这个是他的梦想 没有实现 神就马上将他的恩典 从魔鬼身上出去 本来他是很美丽光明的 当神将他的同在 他的恩典 从他身上出去 他就马上变为 非常的丑 丑恶 跟随他的 天使 都变为非常的丑恶 这个就是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有这么多的邪灵 然后奉耶稣的名 可以赶邪灵 但从来没有人 奉偶像的名 赶耶稣的 证明耶稣 是独一的真神 这个证明 世界上真的有邪灵 也真的有神 奉耶稣的名 可以赶邪灵 就证明这个是唯一的真神 但有些人这是很奇怪的 他们知道有基督徒在场 不可以问你 有些人有 这个叫神 神达 你们有没有听过神达 是不是 你们在大陆叫什么 神达 神达是什么 神达是 他们请这些师父上圣 但其实这些师父是邪灵 例如他们请这个 圣悟空 圣悟空 上圣 但这个圣悟空是 少说的人物 不是真的有这个 投降 不是真的 但的确会上圣 所以这是邪灵办的 然后这些人就会 其实有不同的宗教 都有这些仪式 他们可以用刀割自己 但不会有问题 然后他们在这个状况 邪灵充满了状况 可以做很多事情 有些人将这些 很长的 挤入他们的身体的里面 你见到都觉得很恐怖 这个状况 他好像没有问题 但然后邪灵离开了 他们就崩溃 在休息很长的时间 这个就是 看到这些都是用邪灵的方法 但有基督徒在场的话 他们就不能做这些事情 这个我们就看到 耶稣是真神 在不同的宗教 都有这些借助灵界 灵魂出窍 这些行为 例如 这个气功 他们打坐 或者是其他方法打坐 灵魂出来都是 很多宗教都有的 他们以为他们很厉害 有一次 我要挑战 一个 道教的人 我在某一个地方 见到一个道教的 店 不去庙 是一个店 店铺的店 然后里面就有这个道士 在那里 我就进去 我就问他 你没有去阴间 他说你不去问我 有没有去阴间 你应该去问我 你去阴间有多少 这是说 他常常去阴间 但他不是去天堂 去阴间 去这个黑暗的地方 所以他们 灵魂出窍 去到这些黑暗的地方 他们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他们可以回来 但他们不知道 当他们死的时候 他们就留在地狱里面 他们不知道这个 所以我们都知道 真的有 邪灵的存在 有限接触灵界 他们以为是 没有问题 但其实是非常的危险 就证明 真的有邪灵 耶稣能够胜过邪灵 好了 另外一句 很多人死过 救回来 这些经历 其实这个经历 圣经也有说 所以有人问 这个是真的吗 你说圣经 圣经有说的 王上 17章21节 到22节 这个小孩子死了 然后以利亚 上次扶在孩子的身上 求告耶和娃说 耶和娃求你 使这孩子的灵魂 人入他的身体 耶和娃就将这个灵魂 孩子的灵魂 人入他的身体 他就活了 就是说灵魂离开 就死了 灵魂回来就活了 现在很多人 有这个经历 为什么呢 因为在医院里面 很多有急救 有些人死了 就用急救的方法 将他救回来 然后这些人就说 我刚才见到你啊 我灵魂出来 见到你 就有很大规模的研究 很大规模的研究 到底是不是人死了之后 是不是人死如灯灭 还是人死了之后还存在 他们就问很多这些 死过后来活过来的人 也有些不是急救 就是自己活过来 他们就问他们 他们能够详细的说出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 不同的见证 很多这些见证在网上 有一个见证是这样的 这个是英国广播公司 的一个影片 这个影片是怎么样的 有一个出名的 有一个出名的唱歌的人 在他的脑中间有一个瘤 这个瘤很严重 他必定要开这个脑 开这个脑他必定要死 所以这些研究人就 封闭他的眼睛 还有他的耳朵 然后将他迷魂 麻醉 然后将他送进这个 手术的房 他完全没有见过这个 手术的房 然后他们就开了他的脑 然后将这个瘤除掉 然后再将这个血管连接 然后他就活过来 活过来的时候他说 因为在英文 他们用的词是 锯开 你锯 是不是锯 锯开 他说 因为英文是说 你锯开我的头 医生也是这样说 这是他们用的方法 其实他说 你不去锯开 你去钻开 你有一个东西好像 垫牙纱 然后有一个头 有不同的头 有一个小小小小小的伤 上面有大的小的转头 然后你换不同的转头 这样我的头 转开 你不去锯开 你去转开 然后你动了手术 动手术的时候 这个医生说 这个医生对另外医生说 这个大腿有这个动脉 他说 这个医生说 这个动脉很小啊 另外的医生说 用另外的大腿的动脉了 他就这样做 然后这个人死了 能够说出 他们用的这个手术的方法 而且这个动脉太小了 然后他死了之后 就见到他的死了的信主的亲人 这个是其中一个 有很多的 例如有一个是这样说的 其实也有书 也有书 讲到这些见证 有一个人 他 在医院里面 不许将他的假牙 放在一个臭屉 是不是臭屉 臭屉里 然后 后来他死了 死了之后 其实他死了 然后这个 夫婿将他的假牙 放进臭屉里 然后 后来他活了 活了之后 然后 夫婿说 你有假牙了 是不是 他说有啊 是在那个臭屉里 夫婿就问他 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灵魂出来 就看到他放在那里 另外有些人做这个实验 在屋顶写一些 不合理的剧集 例如说 我飞到天上 人不能飞到天上的 写这个剧集 然后他回来就说 我飞到天上 那你怎么知道 这个剧集呢 因为他说 我的灵魂出来 首先 出来 首先在房间 然后穿过这个屋顶 去到上面 就见到上面写的字了 有人说 哦 见到上面有一只 红色的鞋子 不同的 这是经历很多很多 这些见证 我认识一个教员 他说他的爸爸 曾经死过 尸体停在一个 停尸的地方 然后 他看到一个人 他看他 这个是他认识人 这个人穿 唐装 这个蓝色的唐装 然后这个白色的皱 反过来 这种唐装 有没有见过他 他说 他穿这个衣服 见我 另外有一个天使 来看他 然后 他是信了耶稣的 然后他就说 这个天使说 我要 救一个婴孩 天使就走了 然后他活过来 就告诉家人说 我见到这个人 他们说 是啊 当你死的时候 他已经死了 然后他在棺材里面 就去穿 穿这个衣服 他就去穿这个衣服 来见你 另外 也有一个婴孩 曾经差不多死了 然后后来活了 这个就是 我的教员 现在还活着的 以前的教员 告诉我们 关于他爸爸的经历 他的爸爸告诉他 所以他告诉我 他的爸爸 是怎么信耶稣 是有宣教室 来到他的地方 传福音 所以他们一家人 就信了耶稣 这个就是 我认识的人的经历 我也曾经在医院 做愿务 有人告诉我 动手术的时候 他就 看到远处 有发光的地方 这个就是 见到天堂 在动手术的时候 他的理论出来 另外 我自己的一个亲人 曾经心脏 有严重的问题 动手术 有几次 心脏停止 然后他看到 两个穿白衣的人 站在那里 对他说 你没事的 你会跑过来的 我问他 这个是不是 不是啊 他说 在我们的地方 不是穿白衣服的 在那个地方 不是穿 不同的 颜色的衣服的 不是白色的 所以这个不是 不是 这个是天使 向他想象 现在我这个亲人 很爱主 这个 就是 不同的经历 可能你们都听过 有些人死过 然后有这些经历 我这网上看的时候 都是看到基督徒 见到耶稣 去到天堂 我去找 佛教的人 去到 涌落世界 我找不到 佛教的人 见到美好的 天堂啊 极乐世界 找不到 但基督徒 见到耶稣 很多很多 这就证明 真的 有天堂 而且 很重要是 他们去天堂 是有证据的 我认识一个 王传道 这个王传道 祷告常常去天堂的 他告诉我 有三个人 有三个情况 他去了天堂 然后有 有人证明 他真的去了天堂 所以我再一次 去他的地方 派录这个影片 放在 我们的网络 如果你们想看的话 他可以用手机 让你们看的 这个影片 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呢 首先 他的妈妈 是一个传道人 他的妈妈 有一对夫妇 做同工 做同工的 然后这个丈夫 死了 这个丈夫死了 丈夫死了 就 然后 王传道 王传道是女的 去到天堂 见到这个人 这个人就对他说 你要告诉我的太太 你必须要多祷告 而且 你必须多 施奉神 然后他就告诉 王传道 你不要以为 你的妈妈 不爱你 你的妈妈 常常对我们两个 常常夸张你 常常说你怎样好 但他的妈妈 没有对他说 所以这个人知道 他觉得他的妈妈 不太欣赏他 然后他回来了 这个王传道回来 就问这个太太 这个死人的太太 也问他的妈妈 我访问他们 他们都说是真的 是真的 他 就是他 王传道的妈妈 多次的欣赏 向这两夫妻 欣赏他的女儿 但没有对王传道欣赏 这个非常奇怪的东西 就是说 为什么不能对女儿说 我欣赏你 我很喜欢你 但他不能这样说 这是人的骄傲 好像对他说 会宠坏他 但其实这个不会 另外一个人是这样的 有人告诉王传道 有一个人快要死了 你快来医院 他就去医院 去了医院 他已经死了 他已经死了 然后王传道祷告 祷告就见到这个人 旁边两个天使 这个人是站起来的 对他说 请你叫我的家人 不要哭 我现在很快乐 很快乐 然后他说 对我的女儿说 我很欣赏你的婚姻 他就告诉他的女儿 你的爸爸说 不要哭 因为他现在很开心 然后他说 很欣赏你的婚姻 他的女儿说 你必定是见到他 因为这句话 他的爸爸对他说 没有对外人说的 所以王传道 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 另外有一次 另外一次 他上天堂 又见到这个人在天堂 然后在天堂 他吃很多水果 他很开心 因为他在世上的时候 有糖 有病 不能吃水果 然后他吃水果 他就告诉王传道 你给我一千年 活在世界上 我也不要 我要来这个地方 然后王传道就告诉 他的亲人 他说 你给我一千年在世上 我也不会要 我要去天堂 这个女儿说 这是他说话的方式 他常常这样说话的 你给我一千年 我也不会做 这个就看到 是真的 是这个人 真的去了天堂 王传道 真的去了天堂 另外有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 是这样的 去王传道 去到天堂 耶稣对他说 你的祖先 杀了很多人 留人血的罪 他就奇怪 怎么会有人杀很多人呢 他回来问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说 你的太爷 以前是汉奸 日本人给他一支枪 然后他就常常晚上出去 不知道做什么事情 可能是杀人 厂贤 不知道他做什么 所以这个是耶稣告诉他的 他的妈妈说 连你找祖先所做的事情 你也知道 这是耶稣告诉他 这个是正式的说出 在死了之后 去天堂所经历的事情 证明有天堂 另外 有外国有一个小孩子 他死了 去了天堂回来 他告诉他的妈妈 我的姐姐 他说 需要你有这个姐姐在这里 他说 不是这个姐姐 我在天堂上见到另外的姐姐 他说 他去这里 母妇中死了 然后他回来告诉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觉得很惊奇 然后他说 我见到他爷 他告诉我 他怎样带爸爸去玩 也告诉我 他怎样玩 去钓鱼啊 去做其他的活动啊 然后他们将 他们的照片给他看 他在很多人中看到这个 他爷年轻的时候的照片 因为他爷在天上已经很年轻了 变得很年轻 这些都是一些证据 证明人死了之后 真的会去到天堂 无信的人去地狱 也有些 人 他们听过耶稣 死了之后 去地狱 地狱的路 然后他们呼求神 神啊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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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就在那救回来 然后 他们就吸着耶稣 他们本来是不信 但听过耶稣 参加过主日学 这些都证明有 天堂 地狱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放